新加坡的多元化应该被视为长处而非短处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表示 我国社会应该加强这个观念 不同种族、宗教和语言形成了多元化的我国社会 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 在政策研究学院的一个大会上说 政府过去51年来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多元化 我国的成功部分原因也同多元化政策有关 这个由政策研究院举行的研讨大会 主题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新加坡求同存异